我最喜爱的早餐蔬果西 每日一杯健康身心 各位朋友好 新的一天从健康饮食开始 我坚持每天早晨喝蔬果西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还配合吃素食 几个月以来 我的健康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善 三高没了 身体上多年的湿疹也逐步消失了 下面我继续将每日蔬果西的做法 介绍给大家 今天准备的食材有 一个橙子 一个苹果 半个柠檬 一个橘子 一小块生姜 半个甜菜根 一根胡萝卜 三根铝衣橄榄 半根黄瓜 一小颗生菜 两根芹菜 少许 少许黑梅 第二步 先清洗各种食材 确保食材的干净卫生 然后将水果去皮 去核 切成小块 蔬菜 切成小段 全部放入破壁机中 最后加适量的温水 温水的温度一定不能太高 一般不超过摄食45度 第三步 启动破壁机 粉碎均匀后 倒入杯中 最好20分钟内饮用完毕 另外 为了节约大家的宝贵时间 我们以文字方式 在每期视频的说明区 介绍一种蔬菜 或水果的营养价值 及有关常识 以便大家查阅 这里不再赘述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开心快乐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